好 主席苏院长 各位我们立法院的同仁们 我们回想 当环保团体站在街头 还有些农运的人士嘴巴里喊的是土地的正义 今天通过了这个工厂辅导办法以后 蔡依文跟苏贞昌院长你们再也没有资格去喊土地正义 我记得在苏贞昌院长之前的赖清德院长 至少他还喊出来平价工业区 至少还要用变更地木的方式成立工业区 把这些工厂纳入工厂来管理 工厂也这些非法的工厂必须得缴纳相当的回馈金 可是换成苏贞昌院长以后 为了蔡依文的选情 为了选票 什么都不要了 平白无故的就把这个土地的价值送给这些非法的工厂 刚才我讲的时候可能很多委员不在现场 我再跟大家报告 至少3万8千家的工厂 有1.4万工厂的土地 农地被违规使用 用最少的价格1平8万是3.4兆 每一家非法工厂立刻9千万摆到口袋里 蔡依文考虑的只有一点 就是选票 苏贞昌院长 你做打手 把这些违规工厂就地合法 苏贞昌院长 蔡英文 你们好意思吗 还有我们农委会的主委 陈吉仲 你好意思还坐在那个位置上吗 这真是我们台湾的悲哀 我再讲一遍 蔡英文 苏贞昌 你是我们台湾的罪人 你们两个从此以后 没有资格再跟大家讲 什么叫做土地正义 因为你破坏了土地的正义 你让我们合法的人 日后好像告诉他们 你们都不要合法了 违法反正到时候我选取 我跟你就地合法 再讲一遍 蔡英文 苏贞昌 你是历史上的罪人 谢谢会委员 这位请赖委员事报 怎么办呢 我们下期停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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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快点 我们下期停不见了 所以请赖委员事报